五十岁的吴秀波 一套又一套五年经万难的搭配 刷新了我们对男人穿搭的认知 原来中年大叔时尚起来 水眼拦不住 9月18日北京 无秀波亮相机场准备前往米兰 参加2019春奖米兰时装周汉秀 身穿一条个性的印花衬衫 搭配一条黑色牛仔裤 肩扛个性单肩包 高冷表情酷帅十足 这样一身时尚搭配 那像个已经50岁的中年大叔样子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 难怪看完不少网友直呼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无秀波 这次的出镜搭配 和以往中年大叔的纯色戏穿搭不同 可以说是相当年轻疯了 一条印花的黑色衬衫 还叠穿了一条黑色的圆领T恤 不规则的白色印花 打破了黑色戏的单调感 特别的简龄又有个性 下身则是一条黑色的牛仔长裤 这种浅灰中带白线的面料 也是特别的简龄 又很有高级的质感 加上细和身材的裁件 让整个人显得特别的有精神 牛仔裤搭配皮鞋 算是中年男士的最爱搭配了 不会因为年轻的牛仔搭配 而失去了男人该有的稳重 而无秀波的这双浅浅繁绒毛的墨绿色皮鞋 与质感的牛仔长裤做搭配 时尚感更强了 大气板成的吴旧波 大家都知道他的头发和活须已经有一部分变白了 而配合这次启程米兰时装周 还做了一个欧美风十足的发色 灰中带黑的编分发色 再搭配一个男人为十足的胡须造型 整个人瞬间年轻了至少三十岁 哪里还有半点五十岁大叔的模样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以往每次的时装周上 帅气的小鲜肉和大长腿的超模才是主角 很少能看到中年大叔的身景 而没有小鲜肉的帅气和超模大长腿的吴秀波 这样一身去时装周 看起来反而有种男人的阳刚之美 相信吴秀波现身秀场 一定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你说呢 有点赞 吗 是